好 最後帶您看就是宏達電的行銷業務中心 現在好像轉到了中國市場了 OneMax第一場的發表會 昨天就選在北京來舉行 不過法人卻是很不看好 這個OneMax可以幫宏達電來扭轉頹市 好 市場上面就傳出來 宏達電對於供應鏈居然是砍價 而且考量這個年底之前 OneMax的經濟規模不到50萬隻 第四季雖然有處分BITS股權 獲利益助 但是可能是可以免贏虧損 不過營收頂多是持平或者是持續下滑 好 這是出現在蘋果日報上面的斗大標題 提供給大家參考 HTC OneMax正式在國內首發上行 強身北美三天在北京先發新機 HTC鎖定有上億支換級需求的中國市場意圖明顯 前九最大的市場 我們把中國大陸當作我們的home market HTC可能會賣給大陸的這些 我想董事長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謝謝 整場發布會上將重點發在4G應用 對於還沒有啟用4G的中國似乎是個賭注 從4.7吋到5.9吋看得出HTC首度跨足大螢幕手機 儘管螢幕大 但是你看一個男生拿起來手感依舊非常好 5.9吋的大小超過三星的Note 3卻比Sony Z Ultra小一點 CPU也略循一籌 但相對於防水或智能手錶 HTC的新機採用了指紋解鎖功能 當出現這個頁面的時候你只需要用你的手指在上面輕輕滑動 平衡就立即解鎖了 這像iPhone也使用的技術偶爾也會粗彩 過了新機HTC研發了新配件 除了重低音音箱 手機充電時還能夠使用這一支手機拍檔在附近打電話 最酷的是這個搜尋器 別在鑰匙錢包或是小孩身上 只要超過15公尺就會發出警爆聲 再也不怕搞丟東西了 物價低迷的HTC不斷被外資唱衰 現在進軍大螢幕手機市場能不能挽回市場優勢 就看收費者買不買單 三星的新聞報告才會北京採用的